今天来介绍一下双点要怎么练 首先我从侧面视角来示范 我们先从一只手的动作来看 一开始呢 我的骨棒会平行骨面 平行骨面 这是我们一开始摆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从这个位置往上挥 手掌把它张开 会变成这样 那你会看到 我把骨棒拿走 会觉得 这边好像有点像布袋戏的那种感觉 就是像布袋戏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把骨棒放回去 看一次哦 然后挥上来 就到这边了 然后呢 再从这个高度往下挥 挥下去的时候 手不用去紧握它 你让它是一个 让你的手指头变成很像是一个轨道一样 让它再弹回来 就变成这样 好 再来第二下呢 挥下去的时候 再把它停住 再看一次哦 挥起来 对了 这边有一个重点 我挥起来以后 到这边了 对不对 我要挥下去的时候 不要再往下 不要再往上 再提一下 再往下 而是 我 挥下去以后它直接弹起来 就到这边 然后我从这个点 这就是我的最高点了 所以我不会再有往后的动作 就从这个最高点往下咯 然后弹回来 然后再握起来 再看一次 我没有动哦 弹回来对不对 然后再来 往下挥 就这样 所以两只手的时候呢 动作就会变成这样 那这边有一个重点要注意 就是 当我两只手在挥的时候 我腹棒的右手低一点挥下去的时候 我左手就要抬起来咯 然后第二下 然后左手低一点挥下去的时候 右手就要挥起来咯 有没有看到 右手低一点 然后左手已经抬起来了 有没有 然后第二点 挥下去停 再来 左手低一点挥下去 右手就抬起来了 然后左手第二下 好的 同样的东西呢 我们从正面来看 一开始 鼓棒平行与鼓面 然后挥下去 左手要同时抬起来咯 左手挥下去 右手同时抬起来 然后看到 我的手闪都是张开的咯 然后